台东市大理区一名料新男子假借买金饰 在店内挑选了两个小时 却利用老板娘低头填写购物单据时 抓起了两条金项链还有两指金戒指后夺门逃逸 事后被警方寻线逮捕 嫌犯工程是因为先前对老婆家暴 母亲姐想送金饰补偿 但是没钱买 但是居然是用墙的 男子在营楼内一下子看金链子 一下子看金戒指 挑款式更挑重量 还把金链子频频往脖子上试带 一挑两个小时 终于选定老板娘低头写单据时 男子带着两条链子还有两个金戒指 用力的扳开了电动门走出去 等到老板娘某人抬头 人嘞这才追出去 两个小时里面的挑衫检士以后 趁被害人在填写购物单的时候 徒手抢夺了两条的金项链 还有两指的金戒指 警方接获报案比对嫌犯骑程的机车 巡线逮捕到45岁的料性嫌犯 有妨害风化 窃盗毒品等多项前科 他共称抢金子是要送给老婆当母亲节礼物 嫌犯声称是因为先前曾对老婆家暴 想送母亲节礼物 讨老婆的欢心 但没钱还欠房租 居然行抢迎楼 警方起初他变卖项链的13万5000元赃款 还有两枚还没送出去的金戒指 将他一抢夺罪一送法办 记者朱显明台中报道